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完美诠释了中国人的理财观念 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有在发达国家过来的 打算养老的 有在国内经营阶层出来远程办公的 还有一些各种有条件的二代们 动则几十万上百万美金存过来 国内房子好几套 到这边随随便便买个房子都像买白菜一样 一个月几千美金的利息 轻松实现全家躺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从停止工作开始 即使有利息收入 只要跟以前对比 有缩水就会导致心慌 甚至开始节衣缩食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表现 针对这种情况 我给大家几点建议 工作和创业是两个概念 工作可以快速赚钱 没什么风险 但是发展潜力也很有限 创业的人可能十年磨一剑 一旦工程就可以彻底脱圈 在厄瓜多尔的就业机会实在少之又少 如果会吸语另当别论 不会吸语之前 只能找华人老板打工 绝大多数普通岗位 雇佣当地人也就是基本工资450美金 你说老板给你开多少合适 450美金老板都觉得拿不出手 给多了吧 又不符合人家做生意的宗旨 并且实际情况是 服务行业用当地人会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对于就业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 如果真的不介意工资低 也急需工作 那这种情况我也可以帮帮联络 我们重点聊聊创业 很多人会问我 厄瓜多尔能干啥 其实这个问题很泛泛 不要问厄瓜多尔能干啥 先想想你能干啥 或者说你会干啥 以前干过啥 把你的条件和能力告诉我 我才可以帮你参谋 厄瓜多尔适不适合 厄瓜多尔石油业采矿类的都是允许合法经营的 利润也十分丰厚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基本是渴望不可及的 但如果我推荐你开餐馆超市 实在不行摆摊 你也不一定能瞧得上 你说是不是 另外一点就是 你想做多大生意 想要什么样的回报率 其实现在很多大众行业的利润是很透明的 比如餐馆能达到50%左右 超市达到30%左右 根据经营状况会有上下的浮动 生意越好利润越高 因为不管你卖多少钱 房租水电这种基础开支都是固定的 餐馆的好处是投入多利润高 缺点是辛苦并且离不开人 会把人拴得死死的 超市百货类的好处就是跟餐馆比 更轻松一点干净一点 缺点是投入的资金大压货 很多时候尤其是初期感觉赚钱 但是看不见钱都压在货里面 具体要投入多少本金才可以开业呢 完全看规模 以餐馆为例 5000美金到5万美金 10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的都有 这么说你们就会比较轻松的理解这个行情 一个餐馆两个月的营业额 差不多就是这个餐馆的价值 按照50%的利润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现成的餐馆 大概4到6个月可以回本 所以你想赚多少钱 就按照多大的生意去买 当然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你个人有没有管理的经验 个人能力 资金链会不会出现问题 安全保障怎么解决 另一方面是地点的选择 小城市或小镇 投入少 成本低 利润高 但是发展空间有限 基本能保证都挣钱 大城市投入大 竞争激烈 要么不赚 要么大赚 所以选好入场的时间 所以选好入场的时间 地点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祝愿我频道里的网友 成功从开店开始 辉煌从经营开始 财运从今天开始 幸运从我们认识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